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主办的第二届华人主播大赛正式开始了 第一轮比赛提词系挑战赛25进18 快来看看选手们的表现吧 新冠病毒Omicron变种的最大特征之一 是传播速度非常快 但是科学家尚未完全了解它何以做到这一点 近日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可能为此提供了一部分的答案 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 此前有科学家怀疑和其他变种相比 Omicron之所以进化的更快更多 是因为它可能是从一个免疫系统被破坏了的人的身体里发展出来的 比如一个艾滋病人 斯坦福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类似的证据 他们当时正在治疗一名感染的未命名的新冠病毒变种的患者 这名患者同时还未受控的艾滋病毒携带着 参与研究人员Hoffman表示 这名患者体内的新冠病毒在短短15天里就发展出很多的变异 因为患者的免疫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以驱逐新冠感染 另外免疫系统的受损的人如果没有适当的隔离 可能会在公共场所进一步进行传播其体内变异过的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称 最重要的发现是这名新冠患者的身体 对于目前已有的艾滋病疗法反应非常好 这也使得他已很快战胜了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指出 某种意义上 这显示了对抗艾滋病的大流行 可能正成为缓解新冠大流行的关键 我们实际上可以停止在艾滋病人身体里发生的感染 并减少传播的任何一种新冠变种的可能性 另外专家也强调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这使得免疫系统受损的人能获得更好的保护 减低了他们感染新冠的风险 同时也减少他们对于新冠病毒在他们体内变异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